警方逮捕了三名涉嫌在电商平台上售卖假金条的男子 其中一人今天上庭面孔 警方发文告表示 在这个月11号到14号之间接到了至少三起报案 受害者称他们在旋转拍卖平台Carousel购买金条之后发现上当 损失了大约2万元以及一直价值约3万5千元的名表 文告指出其中一名受害者在完成交易之后 到经店验证金条的时候才得知买到了假货 于是报警 警方在跟进调查之后确认三名涉案男子的身份 并在昨天将他们逮捕 在行动中起货3800多元的现金 多份文件以及超过三块假金条 文告说其中一名涉案的22岁男子今天上庭面孔 另外两名25岁的男子还在协助当局的调查 实传媒体搞成大感방us